请酌情观看 他往树林的深处跑去 尽管太阳还在天空高高挂着 但那里很快就变得异常黑暗 他因为太过着急而迷路了 他查看指南针 却发现他已经故障 他的无线电也毫无信号 几秒钟后 恐惧感席卷了他的全身 因为一群蓝色的幻影实体 就在树林里包围着他 他意识到他们看起来就像小孩一样 对他咬牙切齿 诅咒 并喊骂着像恐怖噩梦般的话语 他们开始朝他丢石头和尖锐木棍的时候 他开始拼命逃跑 一路跌跌撞撞的 直到逃出自己所在的茂密森林 遍体鳞伤的他回头一看 看到了那个宛如幽灵般的孩子 他被派来寻找的那位 只是这一次 小男孩的脸是一片空白 毫无特征 Uklik等级的SCP-899 SCP-899 也被称为失踪的孩子 是一种超自然的灵异现象 通常表现为一群有敌意的幽灵孩童 899被收容在洛基山脉上 一个茂密且被隔离的深处 该地区的旅行者报告称 他们不断被一群孩童个体追赶和骚扰 且会诅咒并投掷石块将他们赶走 这些个体通常没有特征 而且往往很难判断 他们有无性别 甚至声音或行为 若不马上离开该区域的话 将会导致他们敌意的增加 最终会演变成该个体对入侵者的直接物理攻击 与该个体有肢体接触的成年人 将会失去他青春期结束之前的所有记忆 而与该个体接触的孩童 则将会直接消失 并在之后部分或全部实体 可能会展现出失踪孩童的部分外观 目前所有与失踪孩童进行沟通 或是试图找出失踪孩子的尝试都尚未成功 此外 基金会人员建立了三个前哨站木屋 其周围的树木都被砍光了 值得注意的是 铁制子弹的攻击对该个体有效 因此该区域的基金会人员随时都装备着 一场实验证实了 SCP-573对899有抑制作用 SCP-573是一只用人骨制成的笛子 当它被吹揍时 它能使动物和青春期前的孩童 进入高度服从状态 并会完成吹敌者的任何要求 特工W来到国家公园 手里拿着骨笛 一名研究人员 Waltz博士也跟着去记录调查结果 突然 一阵孩子般的尖叫和咒骂声 特工从远处传来 且开始由石头砸向两人 那些无形且以孩童样式显现的个体 正逐渐向它们逼近 特工W开始吹奏573 几秒钟后 这旋律似乎抚慰了这些嗜血的个体 它们变得温顺了 几分钟后 当特工持续吹奏时 它们开始逐渐离去 Waltz博士也因此松了一口气 这真的有用 这是什么东西 和那些孩子们一样 是这个世界的异常 或者说我们才是异常的 也许这些东西存在于地球的时间 比我们还长 而它们只是在容忍我们 我们却在篡改某些东西 我有时候觉得 基金会就是个错误 尽管Waltz博士反对 他还是被迫与特工W 再用573进行了另一轮的测试 测试按计划进行 并和之前的测试一样 对899有同样的影响 然而当那些个体逐渐远去时 突然一个新个体 SCP-899-1出现了 他被描述为正直青春期的男性 且其身上布满了伤口与伤疤 他疯狂地尖叫着 四肢着地 然后以极快的速度扑向博士 他的牙齿深深地咬住了博士的前臂 然后继续往他的脚与脖子咬去 特工W用他的手枪射击 成功抵御了那宛如野兽般的幻影 他慢慢地消失 并发出了诡异的咕噜声 Waltz博士立即被送往医院治疗 尽管遭到了猛烈袭击 但他只留下了一些伤疤 幸运的是他还能够保持他年轻时的记忆 毕竟被899直接攻击的人 他们的记忆都会被删除 基金会后来觉得使用SCP-573 去对付899是不合适的 理由是因为573过于有害 且有几率再创造出 另一个像8991的异常个体 特工W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不过却被无视 而他的请求也就这样被忽略了 几天后 Waltz博士在医生和心理学家的准许下出院了 特工W独自一人喝酒庆祝 那个混蛋 也许他比我之前想得要坚强 当请说特工W将会和他们一起站岗时 那里的工作人员就突然休假去了 他又拿起酒杯喝了一口酒 在Waltz的事情发生之后 这也挺正常的吧 换做是我 也会想从我身边逃走 Waltz可能也不会回来帮我了 他向Waltz博士敬了一杯酒 并走向了窗口 突然他听到了脏话与咒骂声 在远处899竟然出现了 并朝他前进着 特工W错不及防 并立即拿起他的手枪 他们在这里干嘛 我甚至没在外面 是什么吸引了他们 他冲了出去 朝那些个体开了几枪 导致他们对特工W大吼大叫 他又开了几枪 那些个体开始撤退 不幸的是 当他们慢慢消失时 一个宿敌出现了 可恶这玩笑也太大了吧 他重新把枪上膛 并朝着8991开枪 这只让他变得更生气 他快速地拉近他们之间的距离 然后用强大的力量砸向了特工W 把他打回木屋 他立即扑向他 把他甩来甩去 特工W拼尽全力在近距离开枪 他能够抵挡他的攻击 但另一个麻烦出现了 木屋着火了 在挣扎中 8991咬断了特工W的肩膀和大腿 还打断了他几根肋骨 他痛苦地发出尖叫 但仍立即站了起来 走向门口 尝试用无线电联系基金会 前哨站需要立即支援 这个地方着火了 我也受伤了 他们已经把我 一大块着火的木头 落在了特工的身上 完全把他压倒在地 无法动弹 他不停地呼救 但却吸入了更多的黑烟 隔着门 他能看到孩子们又出现了 在诅咒他 他现在身处困境 所以他们的咒骂声 在他听起来都像是在嘲笑他 该死的恶魔 等我出去我就 呃啊啊啊 木屋完全被大火吞噬 熊熊大火的轰鸣 掩盖了特工 W的尖叫声 很快 他就身亡了 Ba九九慢慢消失在黑暗中 只留下木屋明亮的燃燒着。 下方有关如何提交作品的说明。 接下来你想要IU讲解哪个SCP和为什么呢? 在下方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和接受通知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也请分享出去吧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脑洞大开吧 拜拜